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一段视频中,我将向大家演示FanBI中分析的保存与发布的相关功能。 从FanBI 3.1版本开始,所有的操作,无论是在Dashboard界面上完成,还是在组件的详细设置界面完成, 都将实时自动保存。 我们来检验一下实时自动保存的效果。 在Dashboard上,拖入组件,并进入详细设置,使用一个分析字段。 回到Dashboard,关闭此分析。 在我创建的节点中,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制作的分析,我们再打开它。 可以看到,分析的内容是自动保存的。 如果担心发生物操作,覆盖之前有用的工作,我们也可以使用左上角的另存为按钮,为我们的分析复制一个副本。 如果登录的用户是管理员,或被分配了编辑节点的权限, 该用户就可以把自己制作的分析发布至节点上,供其他用户查看。 下面,我们来发布名称为管理驾驶舱的分析。 点击系统配置,选择报表管理,选中我们的目标节点,点击添加模板。 在右侧的窗口中,可以注意到,相关节点不仅可以发布BI分析,也可以发布Fireport报表,甚至可以发布URL连接。 选择我们要发布的分析,为其在节点上重命名,点击保存,点击完成,到Demo节点上检验发布的效果。 这样,发布分析的工作就完成了。 对于非管理员用户,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制作的分析分享给特定的角色。 我们以非管理员用户登录平台。 打开我创建的,打开我们制作完成的模板。 在右侧的隐藏菜单中,点击分享。 在可分享列表中,选中我们的分享目标用户。 也可以在已分享列表中,再次点击该用户取消分享。 我们来检验一下分享的效果。 使用分享的目标用户登录平台。 在右侧的节点中,点击分享给我的,就可以看到刚刚分享的分析了。 以上就是FanBI中保存与发布分析的功能。